大家好,我是小赫 今天想给大家发一个预告片 在河南拱义有一片皇家陵区 这片区域有皇帝陵 皇后陵 还有皇室宗亲墓和一些功臣墓 总共有300多座 这座巨大的陵墓群 就是北宋皇陵 北宋帝陵加上赵宽义父亲的永安陵 统称为七帝八陵 这些北宋帝陵 现状的差距非常的大 除了已经修复的永昭陵外 其他的帝陵 基本上是在马路边或者在麦田中 从永昭陵的守陵将军 到永玉陵的守田将军 从不可一世的皇家陵寝 到现在无人问津的土堆石头 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些忠诚的石像生 他们守护帝陵长达千年 但是有一些霸气的石狮子 只露着头部 整个身子全部在土里 没有了作为文物的尊严 当我们说到宋朝 很多的朋友认为 这宋朝很贫穷 很弱 在中国历史上 没有什么存在感 实际上这宋朝的经济 和当时人们的幸福感 已经超过了汉唐时期 在960年 赵匡业来了一个黄袍加深 建立了大宋王朝 正因为这黄袍加深 所以宋朝 众文清武 宋朝皇帝对于读书人 那是非常的尊重 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读书氛围 在汉唐时期 对待商人 那是有很多的各种规定 而在宋朝对待商人 就非常宽松 在唐朝有严格的宵禁 晚上想出去跑个步 逛个小吃街 想都甭想 但是在宋朝 是没有宵禁的 对于商人的营业时间 和营业地点 是没有任何限制 直到1127年 金国大军攻入北宋的都城 也就是现在的开封 导致了靖康之耻 灰青二帝被俘 北宋宣告灭亡 金国攻入北宋都城 虽然灰青二帝被俘 但是 这大宋王朝 仍然是没有彻底亡国 赵构幸运地躲过此劫 在杭州建立了南宋 虽然和北宋相比 这南宋少了一半的土地 但是这不妨按南宋经济的 快速发展 直到1279年 元朝大军和南宋的残余军民 在崖山进行了决战 后来这南宋无力回天 陆秀夫为了避免被俘后受辱 决定抱着八岁的宋少帝赵兵 跳海巡国 随后十万军民相继跳海自信 来表明誓死不详 后来被俘的南宋名臣文天祥 最终在原大都就义 死前留下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在历朝历代 没有一个王朝 有像南宋这般的悲壮 北宋加南宋 共319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 大宋王朝 在这几天 我一直在探访北宋皇陵 从孤陵陵的永安陵 到修善中的永昌陵 再到村中的永熙陵 从保存完好的永定陵 再到修闪一新的永昭陵 从破败不堪的永后陵 再到麦田中的永玉陵 永泰陵 短短的这几天 相当于走完了167年的北宋王朝 后天开始更新北宋皇陵视频 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